啊众众众说起的卖周知 你做了一个美梦 你梦到你自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 诶 看到这个画风 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 没错 其实这就是曼尼汉堡店第二章 只不过现在只是出了一个试玩版 正式版倒还没有推出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扮演一个日本兵 他们一整个小队都被困在了一座小岛上 然而小岛上的食物非常紧张 所有视频都在担心 会不会因为食物不够而活不到明天 然而就在一个特别饥饿的深夜里 你起床之后居然看到了一家 非常像曼尼汉堡店的拉面店 那么在这间拉面店里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又是小浪浪玩的一块 非常威心治愈的游戏 接下来让我们废话少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梦吧 Many's 2 曼尼汉堡店第二章 咱们直接开始 不知道有没有粉丝玩过第一章的 如果有的话请网没有 打在公屏上 第一章是一个剧情非常神作的游戏 虽然它这个画风有点奇怪 但是游戏绝对是一个好游戏 现在它出来了曼尼汉堡店的第二章 但是这只是一个试玩版 不过我相信这个试玩版一定也很好 好的游戏开始 有三个靶子 还有一对樱桃树 这个树怎么是爱心形状的 随便找两棵树都是爱你的形状 一杆枪 我就是这杆枪吗 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 这有点像日本人 正在练习射击 我记得第一章里面就有日本人的场景 他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日本遗留下来的东西 是一个军队遗留下来的东西 感觉这是长官 渡边 果然是日本人 那我用一下家乡话 那些家伙 就算美国人 恐将在他们眼前也打不中 还行 渡边骂他们说 你们的枪法真差 听着 关于早些时候的事 石川说 别态放在行上 右边的叫渡边 左边的叫石川 渡边说 这里确实没地 石川说 你认为舰长会让我们在外边待多久 舰长 什么意思 是有人把他们扔在这个地方了 上爷 这个地方难道叫硫磺岛吗 硫磺岛前传 怎么回事 上爷倒下了 我肚子疼 我好饿 求求你 我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 又出现一个叫青木的 这已经有四个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青木感觉 也像一个长官啊 穿着黑色的衣服 他们的脸都是黑色的 怎么回事 搁这晒的吗 青木说 袭磺石饼 你是天皇海军的医员 别误入这份名号 哎呦 哦 把他抽爽了 打了他一鞭子 get up get up 看到他后面的这些大炮了没 应该就是第一部 在地下室里发现的那些装备 肯定就是这个留下来的 渡边说 拜托 他要是死了 有什么用 也许舰长会把我们关在这里 直到我们全部都死光 这个舰长是什么身份 哦 可以自由行动了 目标 给发电机加满汽油 哇 这个人叫安倍 安倍不是挂了吗 他还在这抽他呢 哎呦 哎呦 可以讲话吗 起来 好饿 安倍是什么 不说话 给这个什么东西加满汽油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帐篷 空空罐头 他们好像被困在这个岛上了 林木说 这他妈也太热了 这边可以过去吗 他们还跟着练习呢 田中 我没有办法注意集中力 山本 我这适应四刀的重量 母村 我应该好好保养这把枪 可以打到我吗 来打我 啊 他怎么只上子弹也不打我呢 那谁在打呢 你在打吗 啊 他们都打不到我 这边有什么吗 没有东西啊 走我们去加满汽油 哎 我们是要给什么东西 加满汽油来着 给车是吧 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清水 我的枪法太烂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菜就多练 输不起别玩啊 哦 这是杜鞭 感觉是一个大boss啊 快去工作 这是店长啊 哦 他说的店长就是这个人啊 那这个店长应该是小岛上面所有人最高的一个长官了吧 店长 青山 他们拿着一个地图啊 这个地图有点像台湾省啊 怎么回事啊 看不清楚 这边有两个通讯兵都不说话 上员 高桥 我真希望美国人赶快登陆 啊 这个地方难道是硫磺岛 这么离谱啊 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 知道我们全饿死吗 摘腾 中村 25号 接什么啊 精英通常 看不懂 这边有个油桶 这些是备用的 我去哪加油呢 哦 发电机 我需要汽油来给发电机 哦 拿起一罐油桶 发电机 哦 这就加了 哦 油桶里面有油啊 这么简单还让我来干活 好 这台发电机已经装满了汽油 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小椰子 装满汽油 然后我可以干嘛去了呢 我可以去交差了吧 这地上怎么还有一个logo啊 快去工作 哎 我已经工作完了 哦 还有油 我得再找一下其他的发电机 哦 再找一台发电机 哦 这里还有一台 那我还需要再找一个油桶 油桶 哎 还在打 差不多行了啊 哎 没有油桶了 哦 这里有一个 OK 我们去加一下最后一个发电机 好了好了好了 完成任务 天黑了 但是这一步跟曼尼汉堡店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这是我吗 晚上睡觉了 怎么说 看到什么东西了 曼尼汉堡店 不是 这个人在军训吗 日本小伙 离生了 看到什么了 难道真的看到曼尼汉堡店了 这么离谱啊 没有啊 哎 老弟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嗯 不说话 啊 他真不说话 还不说话 上野 哎呦 OK 你看到了吗 看到什么 啥 看到啥了 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他是看到什么东西了 外面什么都没有 你真的没看到吗 那你看到了什么 你倒是说啊 还不说 那个 哎呦 我去 他这是要急死人 看到啥了你 上野 我是精神错乱了吗 不 你是老年痴呆了 我觉得你是饿坏了 你待在这里 我就给你找点吃的 我这个地方哪还有吃的 我一吃的也就是钓钓鱼 或者椰子了吧 给上野找点食物啊 啊 弄点吃的 怎么说 这啥呢 这个人应该饿不行了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 吃的 这边只有鱼 骨头了 我找一找 哇 他这边还有好多人呢 这个找过了 这边还有好多人呢 这边有一个椰子啊 不能捡 这罐头都是空的了 哎 他怎么还在这 哎 见长的食物 吃转 滚会叉叉 要不然我就举报你了 偷偷藏东西 哦 这是 这全是吃的 他一个人霸占了 哇 这个见长够坏的啊 那我们再去找找别的 他就趴这睡了 哎呀 这吃的上哪 有狗点呢 树上有椰子吗 哦 关闭发电机 目标更新 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偷些食物啊 哦 被抓住了 啊 就这样失败了 我以为拿的时候 不被他看见就行了呢 OKOK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这些箱子是食物 我需要把这个发电机关了 然后绕一圈 对吧 绕一圈 我多鸡贼啊 哎 绕过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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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偷了一块罐头 好 朋友 我来了 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 我带你回床上去吧 啊 啊 走开 他已经不行了 感觉 他已经崩溃了 要 饿崩溃了 什么鬼 他是不是又看见啥了 抱歉 石川 我得走了 等等 去哪了 啊 他要干嘛 上爷 石川 感觉他俩要谈恋爱了 好美 这就和家一样 拜拜 消失了 凭空消失了 哦 我的雷迪嘎嘎 Holy shit 你怎么能凭空消失呢 这点离谱了 他好像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开始出现灵异事件了 怎么个色呢 哇 这个运镜 哦 应该然后就去睡觉了 Mannies 二 应该还没有结束啊 好 正片开始啊 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 阳光很刺眼 我的脸很黑 怎么说 哦 我偷了罐头 被长官发现了 然后被拷打了 所有人都在看戏啊 但是 人家都要饿死了 你居然还不给人家吃的 你明明有吃的 我不偷 谁偷 完了 这个小皮鞭又开始抽人了 啪啪啪 就到了晚上 啊 这个晚上该不会我看见的那个什么神秘的东西了吧 他那个小皮鞭有魔力 抽谁 谁能看见东西啊 好 这是我的卧室 我的卧室住了好几个人 这是什么 这是石头吗 还是帽子 我不要把那个小皮鞭干掉吧 寻找上野的行踪线索 它消失了 它消失了 能去哪呢 哦 这边这边 我不应该再拿点吃的走吗 拿不了啊 拿不了 走吧 这边好像有东西啊 哦 这是什么 邪恶封印 上一部的那个邪恶封印 还记得吗 解除剩余的封印 这只是一个 哦 这边还有 来第二个 还有吗 哦 还有第三个 还有吗 哦 这边还有一个 哦 这个爱心树中间 封印已解除 还有吗 哇 啊 出现了 这是一代汉堡店吗 上个世纪的曼尼汉堡店 拿上我的武器啊 要不然我过不去啊 我去拿一下武器 哇 我有枪了 拉面店这是 曼尼拉面店 我能开枪吗 开不了 只能拉近 我只能瞄准 开不了枪 我去看一看 地上有个纸条 哦 这是扑克牌啊 哈喽 有人吗 好黑哦 来看看 厨房有什么 哇 夜贫如洗啊 这比我外边还穷啊 哦 这边可以上楼 先不上 我看这边是什么 啊 是后门啊 哦 这边还有个门 但是上死我了 所以一楼就没有东西是吧 那我们上楼看一看 我到现在还不能开枪 打开 哦 吓我一跳 这个人 什么意思 那不说话 不是 你给我说句话 OK 说句话 说句话 地上好多符纸啊 符纸写的什么 墨 箭 手 什么意思 没有东西啊 哦 这还是双开门的呢 不是 你 你 你当时给我说句话 你这样看着我 我有点心虚啊 开不了枪啊 这里边没有东西 那我是干嘛的呢 我下楼吗 我要走吗 我一走他就不看我了 走吧 我怎么过不去了 哦 我动不了了 哦 我不能移动 但是我能 哎 哎 他说的句什么 有人看懂这是什么意思了吗 又到白天了 什么意思啊 岛上一个人没有了 大宝殿也没了 所以说 这游戏还没结束啊 哦 这边也有把枪 这不是 八路盒子吗 来射击 哇 无后座力啊 我喜欢 哦 这是武器枪 哦 这是 拉大栓 栓式步枪 好家伙 也是没有后座力的啊 哦 这是 机枪 对吧 具体什么型号 评论区应该有人知道 反正我是不知道 好家伙 就连车把枪都没有后座力 你了个大天了 但是啊 我醒过来之后 已经变成了白天 所有人都已经没有了 哎呦 怎么又变成黑天了 哦 这这这这 拉美丁又出现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武器啊 我是什么鬼啊 这边为什么闪着 萤火虫的光啊 没意思呢 我 哦 哦 这是切换晚上和白天的 切换 哦 又到晚上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枪了 怎么着 我要去找把枪吗 我一到晚上就没有枪 解恶封印已解除 还可以去解恶解除封印 继续解除 应该还有四个封印 第二个已解除 第三个 好 解除 然后去解除了四个封印啊 然后我们去拉面店看一看 这边没有武器 啊 这是 啊 这是那个消失的人吗 他叫什么来着啊 上野是吧 我去 这游戏有没有结尾啊 啊 他在干嘛 PTO 什么意思啊 PTO 啊 又消失了 看毛店也没了 不对 拉面店也没了 啊 那这一次我不写出 那个邪恶的封印了 我们直接来店里看一看 打开 没有用 这个门上锁了 这个门里面 是不是就是那个上野 然后我们再去二楼 打开 哦 又是他 看着我也不说话 你想闹哪样 跟我冷暴力 啊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没反应啊 所以这个房间啥也没有 对吧 啥也没有 OK 那我继续下楼 厨房也没有东西 哇 完了 没东西了 这个街区这么开放吗 管上 管上 我再下楼呢 还是可以过来 这边还是上锁 好吧 那结局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兄弟们 有没有人看懂 这个结局什么意思